据说有个老司机在开公交车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桥面发生了断裂 直接一脚油门飞越了15米的缺口 但现实中这种操作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用导演新买的公交车进行飞越测试 并且它的尺寸规格和留言中的一致 而在试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用等比例的模型进行测试 以保证在正式实验的时候不会被摔死 可由于他们无法改变地球重力的大小 为此格兰还专门联系了美国航天局 要求局里安排送他们上天 并在月球上进行模拟实验 但航天局根本不鸟他们 无奈他们只能采用增加速度的方式 来抵消重力的影响 格兰通过初中物理公式计算得到 模型汽车的时速必须达到32公里 显然手上的这个玩具鞭长莫及 于是他重新打造了一个公车底盘 然后配合托瑞制作的塑料外壳 做成了模型公交 而杰西则通过计算缺口 骑尸点的高度落差 从而搭建了缩小比例的断桥模型 但公交车是否真的能顺利飞过断桥的缺口呢 尽管速度和其他参数已经达到实验的要求 但模型车却一个猛子撞在了桥墩上 通过计算 距离断桥的另一头还有0.76米远 换算下来的真实距离则是9米 看来想要飞过15米的缺口是不可能的 之后他们将缺口的宽度缩小到一半 并重新进行了测试 可公车模型依然在离开桥面的瞬间就开始下坠 最终串在桥面的钢筋上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过桥 绝对会死无全失 那如果在桥面增加一个起飞的坡道 是否就能成功飞越呢 下面留言组将用全尺寸的公交车进行飞越实验 并且决定在桥面搭建一个起飞的坡道 以给公车提供一个向上的速度 但没有志愿者愿意尝试驾驶这趟公交车 于是格兰只能给公车装上自动驾驶装置 实验时只要在远处进行遥控操作 公交车就能沿着既定的路线和速度前进 接下来托瑞将集装箱切割成斜行 并在试验场搭建成一个大型坡道 随后格兰在跑道上测试了公交车的操控性 但他们却发现 由于从第一人称是狡辩成了第三人称 公交车很难保持直线行驶 而为了确保实验时能顺利冲上坡道 杰西在跑道两侧画上了白色的引导线 这样格兰就能从地上的线条判断是否跑偏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各就各位 这次真的能飞越15米的缺口吗 随着车速逐渐加快 汽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虽然格兰极力想要稳住方向盘 但公交车还是跑偏撞进了粉丝家的菜园里 幸好没有造成更大事故 随后格兰对遥控装置进行了升级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们再次开始了飞车实验 虽然公交车在冲上斜坡后成功起飞 但落地后的距离只有7米远 显然公交车是飞不过断桥的缺口 即使在增加了斜坡之后 也不可能飞越15米远 本次试验非常废车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枪支在太空中无法射出子弹 因为太空中没有燃烧所需要的氧气 也就不能引爆子弹里的发射火药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 为了验证真空环境下能否开枪 留言组决定借用咱们的天空空间站进行实验 但得到的答复却只有一个字 所以亚当只能用防弹玻璃打造了一个密封箱 实验时他们会把手枪固定在箱子的一端 然后将里面的空气全部抽出 以此来模拟太空中的真空环境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正常环境下的对比测试 亚当将子弹上膛之后 吉米按下了遥控按钮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子弹准确命中了玻璃挡板 并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弹痕 接下来他们启动机器 开始将里面的空气排出 当仪器显示达到真空状态时 他们再次启动了遥控扳机 子弹真的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哑火吗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子弹不仅成功发射了出去 而且通过慢镜头可以明显地看到 开枪时的焰火比正常情况下更大 甚至在后来的计算中他们发现 子弹在真空中的出塘速度要快5% 同时在玻璃上留下的弹孔面积也更大 说明在真空条件下 开枪会更具杀伤力 这是因为子弹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受到空气的阻力 那么发射火药又为什么能在 没有氧气的真空中燃烧呢 有知道答案的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快速飞出的纸牌能将人杀死 而且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情节 难道纸牌真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忍不住秀了一下自己的飞牌技巧 他表示自己打娘胎就开始玩飞牌 现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并且还指手画脚交几米如何甩牌 但他飞出纸牌的时速却只有40公里 显然对于只有1.7克的重量来说并没有杀伤力 为了找出人类飞牌的最快速度 他们请来了职业飞镖冠军杰瑞 而他能将普通纸牌飞射到60米外 如果他都不能用纸牌杀人 那就不可能有谁能做到 但通过测试他们发现 杰瑞甩出纸牌的时速也只有145公里 为了实现更高的射速 两人决定自己制作飞牌机器 亚当以弹簧为动力制作了仿真机械臂 虽然看上去和人的甩动手臂差不多 可实际却很难让纸牌飞出一米远 而吉里则用电机和滚轮打造了简易发射装置 通过两个橡胶轮就能将纸牌飞射出去 但当他们开始测试时 橡胶碎片却击中了亚当的关键部位 因为轮子承受不了巨大的离心力 于是吉里对装置进行了升级 这次将纸牌以240公里的时速发射了出去 并且深深地扎进了标盘里 为了直观体现纸牌的杀伤力 他们用组织替代胶模拟人体开始发射 亚当徒手飞牌只能射入6毫米 而机器直接扎进了13毫米的深度 之后亚当用弓箭进行了对比 这次射入的深度达到了50厘米 显然纸牌的杀伤力并不足以致人死亡 于是在亚当的唆使下 吉里很不情愿地展开了真人测试 随着两张纸牌连续攻击 吉里的身体随之一颤 看似并没有多大伤害 可当他们仔细查看吉里的一整块腹肌时 却发现切开了一道口子 尽管纸牌不会致人死亡 但依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据说对着电网尿尿会导致触电身亡 并且网上有个不知死活的狗子 为了寻找刺激对着农场的电围来撒尿 结果被电的嗷嗷直降 他们将同时对着带电的围来撒尿 看电流能否通过尿液让人触电身亡 但由于农场主人不允许他们随地尿尿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带电的围来 并且其中一半为菱形钢网 另一半则是单条铁丝 同时为了避免长时间触电导致功能性障碍 吉里强烈要求为高压电安装低频通电器 而通电器的作用是产生较短的脉冲电流 这样就只会让人小激动一下 从而不至于长时间触电导致身亡 有了具体实验方案之后 他们开始制作电围栏 但就在实验即将开始时 吉里却因为老婆反对而打起了退堂 而亚当为了刺激膀胱让自己尽快尿出来 他一口气喝完了六杯开水 由于本次实验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屏幕前的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为了防止在实验中出现意外 医护人员会对亚当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 等尿液一上头之后 亚当走到距离电围栏8厘米的位置准备放水 可尿尿真的会引发触电事故吗 但这时亚当却表示自己害羞 因为有超过50个观众在现场观摩 好在他实在憋不住最终还是尿了出来 并且在尿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电机 同时心电图也监测到了电压的变化 这就说明尿液确实能传导电流导致触电 但只要增加尿尿的距离 电流就无法通过尿住 因为尿液在射出一段距离后就会散开 从而不能导通电流 可尽管还没有因为尿尿被电身亡的人 但劝大家还是不要随地撒尿 据说当你在下雨天开敞篷车时 只要车速足够快 驾驶座就不会被打湿 因为当汽车达到一定速度 雨水就不会落入车内 可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在用超跑实验之前先进行小型测试 于是亚当将跑车模型安装在了支架上 然后用鼓风机来模拟开车的效果 而警理将在汽车的上方喷洒雨水 看在不同风速下汽车被淋湿的情况 同时为了能在实验中更清晰地观察雨滴 他们在水中加入了蓝色墨水 首先测试的是车辆静止状态下的情况 雨水垂直低落将车内全部淋湿 随后亚当将风速设置成24公里每小时 这时落入车内的雨水明显小了很多 紧接着他们模拟了48公里的时速 而这次驾驶舱上方出现了气泡屏障 并且有效阻止了大部分雨滴的进入 似乎留言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测试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 那么在大型实验中 结果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下面留言组从58同城买来一辆二手超跑 并决定用它进行大规模测试 但在潮湿路面飙车可能会造成轮胎抓地力下降 而为避免出现车毁人亡的惨象 留言组邀请了专业教练进行车技培训 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失控情况 由于两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 所以在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 他们都能熟练控制跑车完成各种动作 为了准确对比不同速度下落入车内雨量的多少 几米将卫生纸贴在深色的底板上 一旦有雨水滴在上面就会显示底板的颜色 这样就能判断车内淋雨的情况了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实验场地 可急速行驶的敞篷车真能避开雨水吗 但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晴朗 于是他们用钢管打造了两个降雨装置 而每个装置配有六个洒水喷嘴 同时他们能在一分钟之内倾泻5.5吨水 这就相当于每小时50毫升的降雨量 接下来他们将吸水的保护套安装在跑车内 以避免损坏汽车后需要打腰子赔偿 然后亚当把测试雨量的板子固定好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教练率先驾驶超跑进行了高速测试 看在暴雨环境下是否会打滑失控 当他以190公里的时速穿过潮湿路面时 汽车瞬间出现了飘移现象 并且车身旋转了450度才停了下来 显然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 这让吉米心中打起了退堂鼓 但在亚当的逼迫下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测试 首先他进行了在雨中关闭车棚的对照实验 看这样是否会淋雨更少 可等车棚完全关闭时 座椅上的值已经全部湿透 那在高速行驶状态下淋雨会不会更少呢 随后吉米重新驾驶跑车 以110公里的时速穿过降雨区 这次汽车并没有打滑现象 并且雨水在前挡玻璃上形成了一层屏障 而纸板也只有上方小部分被淋湿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实验结果 最终他们将车速提高到145公里每小时 这次头顶的气泡效果更加明显 同时纸板几乎完全是干燥的 可见提高敞篷车的速度确实能避免被雨淋湿 但在雨天高速行驶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所以大家在购车时还是不要选择敞篷的 不然开出去遇到下雨天就尴尬了 据说在吊桥发生爆炸坠落的瞬间 桥上的人能通过起跳成功逃生 并且在电影《绝岭雄风》中就有这样的场景 史泰龙在经过吊桥时触发了爆炸装置 就在桥面还没来得及掉落的瞬间 他还开玩笑似的助跑了几步 然后纵身一跃逃出升天 但在吊桥下坠的同时 人真的还能起跳吗 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在真人实验之前先做个模拟测试 看在爆炸之后是否有足够时间起跳 首先亚当用木板制作了等比例的吊桥模型 并将吊桥的一端固定住 而另一端则安装了电磁释放装置 然后他又用气动活塞打造了一个弹跳甲人 以此来模拟人的起跳动作 同时这两个装置会分别连接不同的记事器 他能精准地控制吊桥释放和甲人的起跳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首先做了对比测试 通过后面的刻度板可以看到 甲人在吊桥没有坠落的情况下 跳跃了56厘米的高度 随后他们将起跳时间延迟了50毫秒 这样甲人还能在吊桥释放之后跳起来吗 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甲人跳跃高度依然达到了25厘米 并且通过随后的几次起跳测试 他们发现 只要延迟时间控制在150毫秒之内 甲人就能完成起跳动作 看来电影中的情节似乎是能站得住脚 有了理论的支撑之后 留言组决定进行真人实验 下面亚当和吉米将木板排列整齐 然后用工具把钢索固定在木板下面 这样一个24米的吊桥就做好了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核潜艇维修中心 并且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吊桥被架设在船屋的两侧 同时爆破专家在吊桥的起点安装了释放装置 一旦接收到爆破信号 吊桥就会开始坠落 等他们做好安全措施之后 亚当自告奋勇推荐吉米首先进行尝试 吉米小心地后退到指定位置 实验时当他跑过桥面红色木板时 桥头的释放装置将会被引爆 而他需要在听到爆炸声后继续跑两步再起跳 并且抓住对面的安全木板 那么他真能在吊桥坠落之前及时跳起来吗 然而当爆炸声响起了一刹那 整个桥面瞬间开始下坠 吉米根本没有着力点继续往前跑 更不用说下一步的起跳了 可见正常人是无法完成影片中的动作 那么如果取消起跳前的两步助跑 又是否能够成功逃生呢 而这次终于轮到亚当上场 毫无准备的他先做了几次跳跃练习 所有工作做好之后 吉米引爆了释放装置 但这次亚当同样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吊桥就开始坠落 如果没有安全绳的保护 估计亚当已经领了盒饭 因为在爆炸的瞬间 桥面就失去了张力 吊桥就如同空中飘荡的丝带一样 无法为起跳提供反作用力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都是骗人的 大家可千万不要尝试